Negan Enfant 安捏 曾坪后 嘉佳 李白老师 我们的 牵拖初 我们的 牵拖后缘 我们的 牵拖后缘 我们的牵拖后缘 我們現在就要來開始 這關的我們的程序比較簡單 還有我們三位做小的 做有前途的 台灣的平日師兄來這裡 跟我們分享 在這時刻 我們是在台灣 我們後援會 美西地區來購使這個議論 我們的榮譽主席 李宏 我們現在一起來購購一下 謝謝 這裡三千 大家晚安 謝謝 我們歡迎我們的臨場總委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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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 我們今天大家留意在這裡 就是因為 我們雖然在國外 我們欣賜他們 我們最快樂的還是國外 尤其這半年 我想 我們不只憂心 我們更加密集 焦慮 我們台灣到底怎麼樣了 所以今天 我想 呃 唐州委員 任君跟他聊一言 可以來跟我們講講 讓我們回覆對我們台灣的信心 好 我們給他們鼓勵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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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我們 您參作委員 先起來跟大家說 好嗎 我們來請你 你請你 如果你請你 因為 請大家參謂 四十幾天 午餐 學生舉 Vis來 都比你 大家來探訪 然後現在是跟大家見面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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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見 有請 我們有的臨場 台灣請願 我們三個 他在講 那我現在是說大家都在上面 等一個QA 大家做個問題 啊 在這 因為 因為這個台灣會官對我來說也是 這個 呃 非常熟悉非常親切 應該說 第一次來投入是200 哇 2007的樣子 所以說現在在台灣會官 明年要改建 之前 又可以再到這邊來跟大家分享 對我來說是非常的 這個榮幸 還可以見面前 我們台灣會官 這樣 一樓來 2007你看那個時候 那個 那個也是很緊張的 啊 第二天的時候也能夠做總統 所以說那2008就帶進來 來這裡也跟大家分享幾樓班 也在這個 海會也跟大家分享 那也有來的路 也有去選擇 那也去 Orange County 所以說這個過程中 可以看到 各位老朋友和新的朋友 有這麼關心台灣 對我來說也是很堅定的 當時在台北 我會去那個時候 因為我先問一下 去年有 在那個美水海裡過的 請教授 去年 也有 是 我沒說太多了 我看 去年說 我來的時候也要跟大家 這個重新的 那個 提醒大家一下 應該這樣說 2008年的 夏令會有參加 請拿手 我應該第一次 2008 2009 那個時候 逆轉勝的時候 這樣說 逆轉勝之後 我來這個 美國和大家的運動 因為馬英俊大 做總統的時候 他早上 我十幾年前就 聽到我英俊的 請拿手 哦 也是我們 幾位大姐 大哥都有 所以說 如果在這裡等這個機會 跟大家 提醒一下 那在提醒之前 咦 我們是亮君和阿苗 可以先 那個 上座 因為我是 在那裡 我過去比較不一樣 我就是 開頭 最後最重要 還是要讓 亮君和阿苗 跟大家分享 啊 這個 在他們上來之前 我也要特別感謝 一次田總 阿苗 因為這 這次來的夏令會 其實 剛才剛才 十幾歲 想要兼優 這次不可以讓大家的運用 看一看 我們這次 來到夏令會 其實有很多 這個貴庭宮的安排 跟教科 都是田總的幫忙 那還有我們這個 吳東森會長的幫忙 還有我們的幾位 這個 田總法庭 包括林 包括Joseph 包括很多這個 貴庭宮 台灣這樣 安排交通啦 住宿啦 很多 很感謝 好 那我就來提醒大家 因為我要 把麥克風交給他們 之前 我要提醒大家的是 還在逆轉 設計的時候 十七年前 十萬年前 那個時候 我跟大家講一個概念 我那個時候告訴大家說 為什麼 這個 我音樂做一做 為什麼要出來 那個說支持謝長比 那 這個 跟一群年輕人一起站出來 這個時候 我做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 我發現這個時候的民進黨 跟年輕人 雖然說 再看到這個 我們的運動 那是說 政治的現場 都是有很多年輕人 很年輕人跟我們運動 在坑榜而已 都站在政治事務的後面 但是我 但是我 組成立委員本部以後 我跟一些年輕人 開始上那個時候的政策 這個我再說 就做政治道 那個時候就是 大化行動的後面 我把那個整個過程 我認為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就是 年輕人 必須要站到第一線 我常常那個時候有一個 就是 我去給林進黨一些 中央朋友 叫他 他怎麼有 鋪浪 有人說 聽我什麼是鋪浪 有人在裡面 騙人口 就知道 這個是有年紀的人 還用過鋪浪的人 大概就是 說不定帳號跟我一樣 都還沒刪掉 對不對 就沒跟住 我那個時候說 我說 我一直跟林進黨的 一些好聽 有中央說 你用鋪浪 英文叫鋪二 有一陣子 小燈店也用 大家要學很好 但是 更重要的是 讓正在用這一些 social media 的年輕人 站到第一線 而不是讓他們 在教長輩 政治人物 怎麼用鋪浪 我那個時候就是 一直在 跟這個 南東東用的一些長輩 跟他說這個事情 我當然可以教你 但是 我覺得 去上大化新聞 去跟國民黨的人 辯論 應該要找一些年輕人出來 不是 來去代表我們本土派 要讓更年輕人出來 不然已經是 那個時候要選棋 我2008年就沒有選棋了 但是 我們可以讓這些年輕人 你剛才那個時候 還年輕人嗎 是的 2008年 我只有30幾歲而已 我說應該 讓我們來去 想辦法 跟那些馬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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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 因為我這個概念很簡單 這個16年前 我就只不過你 搞到有聽手 再想一下 我們鍛鍊一下 我們的記憶力 我以前經常跟你說 這就跟一個舞廳一樣 那個舞廳 我們是 年輕人在那裡 練去跳舞 結果我們家的長輩說 他也要去那裡跳 會有的結果是什麼 就是 如果那個舞廳 變成是長輩去跳 那我們年輕人 就換一個舞廳好了 所以 所以這一定會是這樣 這很正常的 我們用Facebook也是這樣 我自己用Facebook 我媽媽說 他說他也要開始用Facebook 然後就去用Instagram 一定是這樣 Facebook我媽媽叫我 那是有意味 我不可以在那裡寫 對吧 現在年輕人 用Instagram 長輩來用Instagram 年輕人就說 多少位 我就是那時候 有這種概念 你應該讓 用撲浪的人 就直接 可以 在第一線 跟這些馬鈴辯論 應該不要說 一定要把我們的長輩政治人物交到 對用鋪浪 但長輩都來 又鋪浪 那年輕人就換一個地方去 所以不是這個方式 時間太轉到去年 我昨年想要 小時候 跟電工碗還三個月 其實那個概念 我剛才說的 那個時候也是完全一樣 剛才我坐車的時候 就他們兩個 我要唱歌 請你們兩個 開始在那邊拍短影片 他們兩個人在拍短影片 我就嚇到 我完全不覺得現在是要拍短影片的時候 就是我現在要拍車 想到外面講出來 然後一個人拿著攝影機 然後拍了短影片 我坐在那邊 另外一個人又把攝影機拿起來 又拍了 我說 欸 你在幹嘛 這就是我都不知道 現在要拍短影片 時間快轉了16年以後 我這幾種要叫他 我教他很厲害 我自己在選機也一樣 我阿伯 我看見我外選電器的時候 吳佩儀是我 自己的感覺 雙夫來 很幼稚的年輕人 我跟他在那裡 這個 騷雞 騷雞 看著說 他怎麼都在 發線動 我還在握手 跟長輩拜託 他就在那邊 在那邊開始 一直死 我說你現在是誰 他就說 這個剛才哪裡很有趣 我要來發一個線動 我說剛剛哪裡有趣 這樣子就要發線動 喔 我想線動是什麼意思 我是想要換人 想到想到 我本來叫他幫我打 叫黃姐幫我打 叫亮姐幫我打 叫阿妹幫我打 結果我想想的 你看你出來算不太對 你打到我 要算去就算算了 對吧 那 時間回到16年前 叫Freddy講的 就不是Freddy叫他幫我打 是要叫他出來算啊 所以說 我去年同樣的這個想法 最後就是 我決定說 應該要能夠 選舉做一個優秀年輕人 我們應該要跟他一起 跟他的好朋友 苗柏雅 這個 吳征 麥品瑜 曾文學 大家的黃姐 這些人 都是太陽媽學運 這個世代的人 比我小的差不多 十三四歲 黃姐比我小的十七歲 他說我生 他說我生 他生他的出來 我說生不出來 十二三歲 他說他生不出來 結果黃姐說 你生我生的出來 我說 好啦 不要緊 給你去講 所以現在都叫我老委員 他們這些人 怕什麼人家 想說我這次要帶陽君 也請搖槍 還要這樣做回來 也是他把公友 去年說起來 這個 我知道大家最近 看立法院的狀況 心情都不熱怕 但是有年說起來 這大家 這些優秀的少年世代 他算穿了不錯 我們先說 在日子 雖然我們在日子 不年輕 有針 一直 不順利 接觸 接觸 但是他們都還輸贏在 5%以內 5%在我們傳統來講 就是 激戰區 每一年 可以把握 這幾句都一口一口 一口一口 黃姐 綠大魚 來去去 成功守護下來 我這區 激戰區 有陪他 贏米我以前 跟林立方對外 的時候 贏過比較多 苗國雅 他那區 四年前 蔡英文 拿800多萬票的時候 這個 最順風 那次 那次 那區 的好專領 贏對方 輸對方 10% 這一次是逆風 苗國雅 他只出8% 8個 我們的票都減少 一句 我們的票減少 鼓勵掌 鼓勵掌 來處理一下 這次 曾文學 也是跟我們 西尼警 我們大順風 是說 我們蘇國民黨 數字14% 他那是條例 這次的曾文學 是50%而已 還有14%而已 好 請處理一下 所以說 既然到我們今天 這個時事看起來 我們剛好蘇國民黨 都真心 真心 但是 萬一 萬一 就是年輕人 讓年輕人的機會 看這個太陽花世代 這樣打臉 算起來 結果看起來 我們對台灣 應該要很希望 我們 激戰區 還是激戰區 贏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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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贏起來的 我們可以 用這種概念 讓年輕人 有機會 我是認為說 因為今年這區 都是拿得到 柯文哲 柯粉的票 要讓我們 有製造說 幫我拿那製造 我們這幾區 就是 還能夠多拿了一些 我們同分層外面的票 才有辦法 選擇比大局 還要好一些 所以說 其實我的時候 也覺得我們要有信心 我剛好說這麼多 要做太陽花的人 我說是出來 拜託的人 回去到台灣的時候 先等一下 你看後面 會放這裡 贏起來 白金唱會 白義家會 連攤會 競選總部 還有 特色要有人去 出口 這棟的這不是我 在做 我都在外面 為什麼 這對我最高的 林亮君議員 他在做 所以我就跟林亮君說 應該你要讓大家 學懂一下 選舉的人 有選舉的人 這大家有分聽 在外面 把他倒攤 我出來做 回到這個 大後方妙人 去做這一些 很辛苦執行的事 這就是林亮君議員 所以說 希望說 趕過這次的機會 跟大家介紹 我們這個年輕人 很值得我們 對未來還有信心 那接著 也要交給他們兩位 來跟大家分享說 那幾個 幾個 這個選舉的過程中 是用什麼的概念 因為我沒有這麼說 我有時候在旁邊看 在聽 他在說什麼 他在做什麼 現在他們兩個 要過無尊 那個Podcast 現在是政治 政治類的 收聽率最高 我也做這個Podcast 我做三次 我就做得不到 聽 我這個四十幾歲的人 也知道說四十幾歲的 我們都在 檢討人生 所以說 做到北京去別當地 都在檢討人生 都是心靈激湯 他都在說 像我四十幾歲的 年輕人 最穿的 所以說 這個要交給他們講 我也不知道要怎麼講 所以說 我們帶來 和亮君謝謝 謝謝 我們 我們 所有的鄉親 各位好朋友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台北市 各位好朋友 各位好朋友 我簡直播介紹 我是庄山區 台東區的市議員 大家如果 有去台北市 有去大縣 還是有來 我們庄山區的 這個大直美麗館 還是這個 南京西武 中山站商圈 這都是在我的選手 那其實呢 這是我第二天 要跟美党 真的 過去的期間 都在台灣做事 就是我的草仔 哈哈哈哈 過去我 一開始 兩千碰高 一到兩千在 年齡的市場 我二十八十萬 前 變成班公司 做走力 剛剛有看到林大姐 那個應該還是 我會成年的時候 就知道 我在韌姐那邊 當住民 後來 我到 新店 打金Q 是會當初 也有多多多 海洋花學運 所以也有參加 後來 我們Freddy 出來選機 有什麼說 我說他用路的 真正是用路的 因為他腳到的 腳 讓我一段時間 很強迫 我都跟他 恐怖情人 哈哈 那時候Freddy 2016年 他選了 李綠條 選了去 時代力量 那時候的時代力量 那個時候的時代力量 第一次要選 在這個地方的選機 那Freddy希望 都會有更多的 少爺人出來 希望那時候 參與到 生活中 我們這些少爺人 可以站出來 到第一線 真正投入的 這個議會 來去工作 所以那時候 他就來找我選機 他只要一段時間 很恐怖 時不時就來問 你讀文什麼 後來 你知道 郁文一個研究生 讀文寫完 每次很可怕的事情 他問了 比我的指導 教授還勤 他就說 你趕快下來 趕快回來選機 後來 我回到台北 先到FREDEO辦公室 後來就投入2018年的選舉 那後來2022年 這個也順利連任 那當然中間 我們都知道 也時代力量發生 變成時代的人類 所以我們都已經 立開時代力量 那後來也跟大家一起 加入我們 我們這個本土的大陣 一起跟大家努力 當然也要做這個機會 在這個過程中 到時候 我選機到現在 比方一半年到現在 已經要兩兩萬的時代 我知道 在在台灣 很多很多的公親 雖然這可能是 我們第一次見面 但是我知道 大家一定都在台灣 很感恩一次 做這個機會 請請感謝大家 真的很謝謝大家 很謝謝大家 很謝謝大家 在台灣 怎麼關心台灣 這麼給我們 在台灣的這些年輕人 很多的機會 做我們最大的後盾 真的很感謝 剛才Freddy說 有年我很多的戰友 都投入 在這個去年 今年年初的立委選舉 真的很感謝大家的幫忙 那有很多 去年我們做的 也要算起 很多的突破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年輕世代 要找出跟年輕人 不一樣的溝通方式 希望把我們的力量 讓我們的效力全力 讓我們台灣 也關心台灣 還是說 沒有在關心政治的 可以在我們 我們不一樣的想法 我們一些有創意的概念 能夠開始關心台灣的公共事務 大家看到壓平 等一下有時候 因為我們再重播一次 大家看到 有年我們以後 選舉 分別在不同的地方努力 大家都知道 其實這個戰爭黨的選舉 都是非常不容易的 那真的 我們年輕人 不知道為什麼 健康健所有挑戰 最挑戰的 路都走來路走 過去我們這六位候選人 那大家都希望說 在這個造成的頂竅 可以讓更多年輕人出來 因為我有發生的事情 就是說 大家有當地才有 跟我們台灣的造成 有當地參加 還是有參加過 其實都知道說 在那個傳統的造成 場合 其實 年輕人蠻少的 我覺得大家有沒有發現 其實少年人比較少 但是這跟台北 少年人不關心 政治不關心台灣 不是這樣 所以說我們需要的是 找出一個能夠跟年輕人 互動的方法 然後跟他們溝通的方式 但這是怎麼很重要 在既年的選舉 年輕人 我們知道我們過去 創意會進步 這半年的時間 其實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把台灣從內到外 所有的體質 真的都調得非常的好 但是呢 在國內 在國內 我們都很奇怪 怎麼會既年的選舉 我們是怎麼選得這麼辛苦 我們不明做得這麼好 我們是怎麼選得這麼辛苦 昨年在作賊的時候 很多的我們聽說 台北 這是說我們的 各位部長 出來說我們的政府做多少的事情 我們台灣在國際上 好 GTP不斷的成長 在世界的供應鏈 我們位居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 是怎麼 少年人都不感受 就是為什麼 少年人都可以自己科文者 或者為什麼他們不願意出來投票 我要說 其實這不是我們做要敗 我們真的做得很好 但是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 當然 中國他們透過非常多的方式 資訊站 最近大家都知道 資訊站 然後跟在台灣的這個 他們的代理人 我們知道說 國民黨跟民眾黨 就是在國內裡面 一直讓政治變得非常亂 就會讓我們民進黨執政 變得非常的困難 第二個就是說 因為我們的執政團隊 過去因為我們在官方 應該是說 我們是執政 所以我們執政包袱 我們也知道說 我們在對外去宣傳 我們的政績或政策的時候 我們都用比較嚴謹的方式去處理 所以說有些少年人覺得 聽啊沒有 或是說這身份 或是說這到外形化 或這些官面都沒有 沒有直接的關係 就會讓這些年輕人的感覺 好像比政府比較遠 但實際上我們做的事情 是跟他們最接近的 不管是這些從老學 從原本的基本工資 就是本來沒到兩萬 現在已經兩萬七千塊了 這些不斷的公權提升 這些過去都是少年人 最關心的問題 還是說育兒等等 這些其實我們都做很多 但是我們的溝通的方式 跟溝通的管道 就這麼說 我們需要再進步 這一股年的南部的好選領 我們就在想說 比較之前傳統的做事 我們要來一點不一樣 過去傳統的 在話說好不好的時候 大家都話得很大聲的 但是比較少人就少 所以我們的目標 就是要把年輕人找出來 這一股年溝通的做事 聯合造勢活動 是用一個跟我們演唱會的方式 我們找的這個設計的團隊 所以整個主視覺團隊 又找Freddie在辦音樂技大港的 大咖設計師來幫我們 來幫我們設計 就是說 我們這個南部的好選領 除了來這個活動 來去做政治宣講之外 還包含了音樂文化跟藝術 其實坦白說 我們就是有一點想要反過來 我們用音樂 我們用音樂 我們用文化去包裝 讓大家知道說 有喜歡音樂的人可以來 有喜歡這些共同興趣的人可以來 然後認識這些候選人 所以說 我們今年這台位好專領 其實我們都是平原的年輕人 我們也喜歡看漫畫 也喜歡跳舞 也喜歡唱歌 所以今年我就說 各位候選人 你們都要想出你們自己的特色 這樣說 吳征大苗 大家都知道說 他們的論述很強 對不對 論述能力很強 變才以外 所以 手一隻手 手很厲害 我們就幫他設計什麼 讓他跟這個 這個嘻哈歌手 帶頭合唱 所以他們就唱Rap 他們在這個造勢的一開場之後 就唱Rap Rap唱完之後 我再跟阿苗 再開始短獎 開始宣揚他們的政治理念 那接下來 大家知道 這個賴皮魚 賴皮魚很喜歡看動漫 所以他很喜歡Cosplay 所以那一天 他也穿著這個Cosplay的服裝 來到現場 然後再做短獎 然後曾文學 曾文學 剛才說的 他在那名字 創下了本土陣營史上 最高的得票率 他 他 他心裡心裡在裡面 他是到那邊之後 認識了解文化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從零開始學習課 他還去考課與簡歷 所以在我們演唱會的這一天 一旦客家歌手的名山 一起合唱客家歌曲 這點是要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年輕人不是只有懷抱理想 我們還想要身分地方 而且我們很用心很努力 然後還展現出成果 而且這個成果 不是只有在這次上 我們可以唱歌 可以聊天 因為他會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這就是 好像你的靈性當怕惹 那我配音 配音 你們知道 他以前 逗中的行程是做舞社 他跳舞很厲害 所以呢 我們這個造成那天 他跟這個品魚跟黃姐 他跟黃姐 他跟黃彩 這會跳歌 一起跳歌 所以呢 這有會為風潮 再來我會說黃姐 黃姐大家知道說 就是引領年輕人 最最最最發的黃姐 任何這個潮流的事情 化黃姐的臉書 他真的都是走在最前面 有年大家都有看到一個影片 叫做山道猴子 有看過嗎 這個說年輕人生活都愛的事情 生活都愛跟女朋友的感情等等 其實這個山道猴子 影片的作者 其實是我的很好的朋友 Eric 我就把Eric說 你幫我一個忙 我要做一隻正式猴子 後來 那一隻正式猴子的影片 也在我們的這個造勢活動上面 第一次首發 那黃姐一剛呢 就半成山道猴子裡面 超商妹的樣子 他就是像細節帶一個DECO 那一天後 後來我社群網路上面 很多很多少年人都分享這個活動 然後也分享我們那一天裡面的內容 演出也好 唱歌也好 短講的內容也好 你看中間來了 因為他聽我們音樂 但是他也有聽到 我們對政治的理念 這就是我們想要做的事情 你聽到嗎 但是被我們刺入了 大家都說你的配有沒有 我們就是想要這樣 這就是我們的目標 這就是我們找到 想要找到跟年輕人溝通的方式 但是這過年當中 也會遇到很多的辛苦 也會遇到很多的辛苦 講到說 嗯 秉瑜 秉瑜 他生這個COSPLAY已經生很久了 但是每一次 每一次 如果看到他 穿COSPLAY的衣服 就要跟他講解 對吧 就要跟他講解說 他就把他生COSPLAY 都沒有在做事情如何如何 啊 果然 果然 這個秉瑜那一天 穿著這個COSPLAY衣服之後 昨天 他的對手就開始攻擊了 那再也就是忘記 我不是說他穿得比較輕量 果然 在隔天 不是說 穿得這樣 穿得這樣 這個 政治又不是這個 這個 輕鬆簡單的事情 這樣子 就沒有正經的 這些都有拿出來嗎 啊 我也有聽到 我們自己的事情 跟我們說 這樣 這樣 我們大家看就沒有了 穿得這麼小 這樣很好 其實我們都知道說 大家是說很感恩 好也很感恩 關心 但是 實際上我們這一場活動 後來 在網路社群上面 很多人 都給予很多的正面的回想跟支持 而且網友還幫我們剪短影片 短影片就是前面唱歌有沒有 然後還把後面 我們演講的那一段集下來 這個就是我們要黨 這是不斷的把我們宣講的那種 我們政治人物覺得好的理念把它推入 所以說 古年的這段孫季我們有別於以往 傳統的造詞場合 我們還加入了很多不同的元素 也要讓少年人知道怎麼說 其實我們關心政治 其實喔 沒有那麼難 而且關心政治是一件很酷 很好玩的事情 就像我們辦的這個做設定 這麼好賞 這麼出名 那這是在孫季的時尊 在政經的時尊 在冰兇時尊 要怎麼講呢 冰兇時尊 也要隨時保持備戰狀態 所以說呢 一三年前 我跟明星期有時候 我們就開始做這個 PACAS的製作 PACAS的製作 我們剛開始做的時候 就像那個器材 還很爛的 我還記得第一集的時候 這個麥克風 講話都會被插 那製作這樣就你們放出去了 聽你們都寫回來 說你們這個 你們的設計才能夠好 你們這樣聽到 我們皮膚都會被揭發 我就說 我們真的沒有經費了 你們知道說 都民眾黨跟民眾黨 他們做短片 術以牽涉的這些短片 幾個小時 就可以採出一支影片 他後面都是公關公司 那都開啟的 公關公司在民眾黨在選舉的時候 柯文在選舉的時候 是有四十人團隊的公關公司 日以企業的不斷伸出短片 他們是這樣子在做的 我們做這個 我們做這個 我們做這個是 我們本來的 我本來的這個 公務的團隊 本來要做質詢的人 要做選民公務 要走認定的人 要去這裡 要寫這裡 要去剩下的 這些人 我有一股時間 出來看你們 出來做企畫 出來剪影片 是這樣 我們沒有專職的人 我們都是剩下的 土炮精霓起來的 但是呢 我們三人 All the time 我們每禮拜更新一起 那我都說什麼 當然 因為我們三人 一定是會說政治 那但是呢 我們除了政治以外 生活话题也讲 生活话题就是什么东西开始讲 从感情也会讲 网路上那种更红的文章引起讨论 也有讲 算是跟网路那时候看到一个文章 我们老公这条欲经用梦 都没有洗的那种正式 这个也讨论 他也讨论什么 因为讨论说男生女生出离优活的 AA制到底是要各自付钱 还是要谁出钱 还是说出离几百 再多项出钱 还是说女生出离 女生出离 连这种问题我们也讨论 这个是生活话的问题 政治当然我们从欧战争四大公投 到国会扩权案 到各种市政国政的讨论都不够 有什么 因为我们说我们说自己就好 想要刚才说一些有的 因为就是跟我们刚刚 我刚才说的 这个概念是一样的 我们就是想要让大家在生活的议题上面 有一些共鸣 对不对 因为譬如说有一些我们生活话的话题 我跟物贞跟阿苗 我们三个人也可能也会意见不一样 那就是代表年轻人不同的声音 大家就会觉得说其实我们都是温暖并怀年轻人 我们就很像他们的朋友一样 在生活上也会为了这些事情烦恼 我们会为了这些事情一点都无缘 但是又会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我们都关心这个国家 都关心台湾 所以他们又被业配了 又被我们置入了 讨论了这些生活话题之后 我们讨论政治上的事情的时候 因为他们会觉得我们跟他亲近在生活上共同的议题 在那些政治点头 他们也开始可以聆听我们的想法 其实政治人物就是这样 我们要建立彼此的信任关系 这个信任关系是非常困难的 过去我们都在电话 早拖 早拖没没没人 你怎么办 但是现在更多年轻时代 也是能够出来 他们也不会跑社区活动 我根本接触不到他们 所以网路跑拖就很重要 所以我刚才说的 像我们做这个制度 也是一个网路跑拖很重要的运动管道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我们找出跟年轻人沟通互动的管道 也要作这个机会 也要跟大家讲就是 大家很感到说 为什么这样 在现在台湾这么多年轻人 都许费签 都一直支持科文哲 刚刚我讲的 第一个是我们要找出沟通的管道之外 我又要跟大家说 你看现在都民党把民众董 在5月里面 其实经党行众 送10万人上街头 其实去青岛东路的校园 不是都只是民政党吗 里面有哪些人 除了过去曾经太阳花旋律站出来的人 还有曾经投给科文哲的人 我说回头草 回头草也有 但是还有很多 因为我去到现场 我看到大学生 高中生 甚至国中生 都站出来 他们没有投票权 但是他们为什么站出来 为什么在这个议题上 他选择走到街头 因为他妈关心说 这个话还能谈争 对问一个灵灵 其实都很应用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积极去耕耘的 所以大家不要想说 你这个更少年 是不是都会积极科文 整部会的 但是我们要找出跟他们 沟通跟互动的软道 所以这个是我们一直努力在做的事情 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们做这样的事情 有时候就花时间 有时候科林长辈会看不太懂 但是我们就是希望跟年轻人接轨 也希望大家做我们的后盾 也要告诉大家 我们要保持正面积极 要对台湾有信心 但是民主社会就是 如果是这样 好像想要挑战就一样 有时候你好像是前进 有时候就好像倒退路 所以我们不能放松 我们来保持静心 保持健康 保持快乐 作为同学来外交流 谢谢大家 谢谢 今天我们的影片而已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影片 可以对台湾有些心愤吗 相信台湾是真的有这么好的贡献 谢谢大家 我们都跟你们一样 对台湾有很深的贡献 我们只是在你们上班的时候 在提你的工作 我们一样真实的事情 所以要谢谢大家 这样的心愤 对 我们跟你们一样 就来台湾最好贡献 那我们进到委会 感谢他们一些劣力 但我们也要提招出面 好不好 我希望 我们台湾可以在这个实战的事情之下 开出一个心愤 这一次的事情 我觉得在我们这种平衡的 监督书里面 我放到下面的小牌 我放棋子的小牌 他可以讲出真正的话 他现在没有专业 把人家从政的一起暴露 这就是一种做法 就不能讲出来 我都要砸呀 我希望 自如平徒 希望每个人可以 对自己的任性 对自己的家里 对自己的政策 做自己的选择 就怎么会受到现在的强务 和威胁 让黄杰前进多会 大家会期待我们 这个时代再多会 实践我们想要的人权 跟自由的价值 然后也会集合 希望 大家期待的金库价值 由我们这个时代来守护 好不好 人在哪里 心在哪里 互相就在哪里 所以 现在对我来说 我们的自我认同 就是苗栗了 我自己觉得 苗栗了 收到自己的价值 但是我相信 我们一定有机会 可以完成苗栗 这个意思时刻 我们要让苗栗 成为民族神力 好不好 让台湾本岛 唯一还没有翻转的苗栗 这次让生文学 还翻转好不好 我今天穿着奖 站在这里 从每天开始 有对手的阵营 包含飞 有黄黄妈 银腿啊什么的 会不会开心吗 能不能进去 就换一点 呼吸我的穿着 就是他们的习惯的套路 但是在这里 我还在我讲 要讲起来 你冲啊 我的丫啦 我还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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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到时候 我还在我 政治其实是可以 是最重要的事情 政治是可以在 一个非常多元的样子 在场的 每个人包含 包含 包括 可以去做的事情 我一直也相信说 从政这件事情 或者是说参与这件事情 可以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所以我会来 我要继续为大家 站到好不好 好 继续为你们站 我所期待是 很幸运的 就是呢 你这场 历史上最大的 逼述的时候 可以在这场里 然后 大家可以联系 可以在这场里 所以 拜托各位 帮我拉票 因为 梁波瑶 就是这次 大安居住的学生 选取的学校上 最深的支持后 全能 谢谢 梁波瑶 是 在 下周 回来 更新 再见 咱呦 替我 闹湾 咱呦 咱呜 快 来 我们 来 感谢观看